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根據消息報導,俄羅斯副總理表示 修復北溪天然氣管線受損的離岸基礎設施 技術上是可行的。根據路透社的報導 北溪1號的管線和北溪2號的天然氣管線 上個星期管線入面壓力顯著降低而檢測到發現受損 結果在丹麥和瑞典附近的波羅的海 一共發現有4處地方漏氣。副總理指出 以前未發生過這樣的事,當然這個基礎設施技術上 是有可能修復到的,但就需要時間和適當的經費 會確定找出一個可行的方法。而丹麥方面的能源署 亦表示已通知負責營運管線的北溪集團 北溪1號已達成壓力穩定,代表之前洩漏天然氣流出的情況已停止 北溪1號曾經是俄羅斯對歐洲供應天然氣最大的單一管線 北溪集團昨日亦表示2號管線不再漏氣,這條管線尚未開始運作 仍然還有天然氣在裏面。 歐盟的國家表示他們相信北溪管線遭到破壞, 但是歐盟政府和西方政府都避免直接點名指出誰做 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9月30號將這件事歸咎到美國 和他的盟友上邊了,而美國當然就說不關他事了 而根據報道,美國、烏克蘭、波蘭亦都反對北溪管線 而這個管線停止運作就會令到反對的人得到利益 這兩條管線就炸毀了,他們調查就說 是只有國家才有這樣的能力去做到一件這樣的事 但是到現在為止,都沒有說有一個很實質的證據 證明到是些什麼人去做的 這件事很有機會之後,亦都是不了了之的 可能最後都是查不到誰是兇手 但是他亦都說到這兩條管線是有機會可以做好的 但是要花多一點時間了,當然如果是有機會可以做好的話 其實對能源價格來說,都是一件好事來的 好了,今集和大家看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下邊留個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 - 我們下集再見啦,拜拜! - 大家有什麼想說呢?